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面的四个 也就是让我们畏惧 让我们竭力 让我们持定所承认的道 让我们来到诗人的宝座前 这四个让我们已经看过了 我再把它重复一遍 希望你把它记住 牢牢的记住 首先是让我们畏惧 让我们畏惧 好 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踏进丰盛新年的第五步了 也就是第五个决定 是记载在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一节的 圣经的经文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 竭力进入完全的地步 那这第五个决定就是 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了 是没有任何选择的 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觉 以为在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 是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的 那就是说 当他们到达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他们就可以停止不动 逗留在那儿了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 停留不动是没有可能的 那俗话都说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对不对 在真言书的第四章十八节 圣经有这样的教导我们说 但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那圣经在这个地方说 一人的路 那其实是一条很普通的道路 并不是指某些特别的信徒的 或者说 是某几个信徒的团体 他只是讲到每一个义人 首先经文讲到的义 是一条路 是我们可以在上面走的 但是你要注意了 他只给人走 而不能让人站立在那儿 或者是在那儿坐下来 这条义路是要有行动 有进展 有发展的 跟着经文就说了 好像黎明的光 当我们从开头认识主耶稣 知道他是一位充满了荣耀的救主和主宰的时候 这种情形就好像是太阳从黑暗当中升起了那样的 在我们的内心 开始了黎明 可是黎明并不是神最终的目的啊 这只是开始而已 圣经说 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那所以 如果我们在一路上走的时候 我们所看见的光应该是越来越亮的 每过一天 每向前走一步 这光都比以前更要亮了 直到日午 那日午就是整日的最高峰了 每天最高峰 最明朗的时候就是中午 也是我们的目的地 神要我们不断的前进 直到日午 然后他才心满意足 因此黎明只是一个开始 整桥路是要我们不断的向前进的 不容许有稍微的停下来的地方 我们要一直的往前行 看见越照越明亮的光 直到日午 但是 希伯来书所记载的 希伯来的那些信徒 就犯了这样的一个错误 所以这个让我们呢 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适合的了 在过去几次节目时间 我已经跟你提到过 希伯来信徒所犯的错误 就是他们享有许许多多的特权 因此 希伯来书的作者 在第五章第十一到十四节 就这样说了 我们还有好些话 并且难以解明 因为你们听不进去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 本该做师父 谁知还得有人 将神生严小学的开端 另教导你们 并且承认那必须吃奶 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只能吃奶的 都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因为他是婴孩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练习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卓泽在这里 说得非常的直接了当啊 他说 你们只是属灵的婴孩 但其实在属灵的进度来说 你们不应该再做婴孩了 你们有许多的机会 信主也有许多的年日了 你们应该是长大成人的了 但是只可惜啊 他们仍然是属灵的婴孩 那跟着 作者又解释到 长大成人的唯一的方法 他说道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心窍 练习的通达 就能分辨好歹了 那因此我们 如果要求在一路上迈向成熟 就要常常的在各方面操练自己了 要到达属灵的成熟 那不是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就得到的 也不是自动就会降到我们身上来的 他是需要我们去努力 要去实践 这就是为什么前面两步要我们竭力呢 那我们必须要操练自己 去分辨好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有不少的时候啊 我们看见一些基督徒团体 他们对事情没有辨别的能力 不晓得哪些是真正属灵的 哪些是合乎圣经的道理的 哪些是看上去属灵 但其实只是属肉体 毫无圣经根据的 经不起考验的 我真是替他们惋惜啊 事实上 很多基督徒都因为不懂得 怎么样去分辨好歹 以至被许多似是而非的一些假道理 给掳掠去了 迷惑了 唯一补救的办法 就是不断的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操练我们自己 这样呢 才可以有所成长 离开婴儿的阶段 长大成人了 才能够分辨好歹 那最后我要分享 神在我们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 所给我们的供应 神的供应是非常丰盛的 在以书所书的四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圣经这样说 在这里讲到了两个目的了 第一个是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我们不是自动就能够做神 期待我们所做的事情的 那我们必须首先有所准备 要装备自己 要让自己得到训练 而神所赐的这些 执事啊 就是为了预备我们的 使我们能够各尽其职 那么第二个目的呢 那就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了 跟着在第十三节 圣经又这么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 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你看到了吧 所有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切的工作 都是教我们在真道上合一 和使我们长大成人的 那我们留意最后这句 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由此可见 耶稣基督这位教会的元首 为我们成长 早就已经预备了五样主要的侍奉 我们不能缺少这些供应 而盼望可以达到成熟的地步的 那另外 在同一章的十六节 圣经又这样说 全身都靠他联络的何时 百节隔岸隔止 造着隔体的功用 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至极 神最终的目的 不是要我们成为许多独立的个体 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他要求我们成为一个身体 是彼此相依 互相帮助的 联合不可分别的 而且这个身体呢 还要不断的增长 其中每一部分 又各失其职 这才是神的计划 这就包括了两个要求 第一 我们必须在神所给予 这五种执事的训会底下 过我们生活 这五种执事就是 使徒 先知 传福音的 牧师和教师 没有这些训练和教导的话 我们就难以成长了 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是重要的 基本的 是我们必须要的 那第二 我们必须是 这成长身体当中的一分子 而不是独立的一个个体 最后 保罗在十四节讲到 如果我们不肯依循神的计划 和心智去成长的话 唯一另外一个选择 那将是非常可怕的 他是这样说的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发术 被一切 一交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何样的异端 那你看啊 如果我们不肯接受教导的话 不愿成为身体当中的一分子 不接受圣经的教导 保罗说 我们就会仍然像婴孩一样 被一交之风所摇动 飘来飘去 随从各样的异端 又中了人的诡计 和欺骗的法术 因此 我们必须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 各方面的教导底下 过我们在世的生活 并且成为整个身体的一分子 这是唯一成长的方法 你有没有接受圣经的教训 有没有装备自己 操练自己呢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 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